這裡是The Jacky Show 各位先生們 歡迎來到這個節目 The Jacky Show 再次感謝全國觀眾朋友熱情送上我們的 Jacky Show 那麼在今天這一段的節目裡面 觀眾朋友可以看到 我們台灣的政壇上 相當多的不一樣的內幕以及八卦 甚至 嘿嘿 嘿嘿 世紀末大預言 掌聲再鼓勵一下 恐怖喔 好 注意了 今天我們內容上非常之恐怖 有一段精采的VCR 要給大家一起來看看 來 請看台語 7月2000年對台灣來說 真是精采豐富又多災多難的一年 從年初激烈的總統選戰 到3月18日台灣第一次的政權更替 新政府新手一上路 一下子就在巴掌膝裡滑了一大礁 接下來又碰上了 河四這個超大的石頭 碰著新政府是鼻青臉腫 連總統都插著給罷免了 幸好新航和象神台風 及時拔刀相助 天災無意間解除了人禍 可是偏偏造化弄人 一會兒股市大跌 一會兒事業率創新高 新政府在手忙腳亂之餘 還得應付嘿嘿嘿之類的八卦風波 您說這20世紀的最後一年 是不是夠熱鬧呢 展望明年是新世紀的開始 新年新希望 台灣無論在政治 經濟 社會 各方面的表現 明年到底會不會更好 聽說政治人物們不怎麼切實際 也不怎麼可靠的保證 咱們還不如用輕鬆一點的態度 聽聽命令專家們的說法 我想人家說家是 國是天下是 事是關係 是不是這樣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 這個在家庭裡面想到 沒有國哪有家 對 沒有國哪有家 是 等一下 因為今天來了很多位 政治界的名人 我們在這裡真的長 對啊 難等待啊 你怕他什麼 蛤 你是總統耶 總統 等一下 那只是網路裡面 大家選出來好玩的 要喊就大家一起喊 這樣氣勢會比較好 同學 預備 七 好 好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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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介紹我們幾位來賓同 今天好好跟大家聊一下 是 由於有他們的到來 讓我們節目更精闢入理喔 能夠真正的聊到大家 心裡面想知道 聊到大家不知道的地方 我們一起來歡迎第一位 明節目主持人 應該是前國代啦 對 鄭麗文小姐 你好 好 還好嗎 今年這個一整年 你覺得明年啊 其實今年千禧年 真的什麼事情都會發生 你看連美國總統都選不出來 然後搞了快一個月然後才底定 所以說其實今年 也國內外都發生滿多大事的 災難婆婆 對 那希望明年能夠慢慢慢慢的把它穩定下來 我嚇一跳 我也希望明年大家就慢慢習慣了 歡迎我們馮富翔先生 歡迎 好 馮友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明年有希望嗎 我們研究易經啊 我曾經教過易經 易經它的主要意思就是變化 變異 所以今年有很多變化 各方面都有變化 是 但是易經還有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簡易 就是非常簡單明瞭的一個道理 明年如果我們的新政府 如果我們朝野都可以抓住這個道理 我們就可以非常的幸福安樂 這個道理就是順天應人 但是我們聊的沒有那麼嚴肅 我們講的人心 人心是很普遍的 包括我們主持人的心 我們所有觀眾的心 服裝都是夫人幫你配色的嗎 還是 服裝我今天穿得比較輕鬆的來 你算輕鬆 那我們是剛從田裡回來囉 這什麼話真是罵人不帶個讚 你會有人教我們這裡 喂 由我委員你說人家教 沒有啦 沒有啦 好 還有一位 余美美小姐 很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這是我們文宣部的副主任 開玩笑 以前那個文謙姐姐 擔任過這個主任的文宣部主任 我們跟她共事過 你們都找這種風格的 對啊 來…余美美妳來講講 去年一整年是這樣 那今年妳就對了 不像婚委員啦 我沒有研究易經啦 不過我相信一個道理喔 就是有… 講話有酸味 哪裡… 我真的不太… 喔… 有顏色上面的差異 我跟你講 就是有這麼多動機論 所以證據會不穩定 你看一夜一千五看 妳… 講幾話 西里的咧 今天節目好看 西里 我是真的覺得說 其實危機就是轉機啦 那麼有信心呢 就有希望 所以我覺得只要大家呢 能夠有信心 那團結一致 我相信明年會比今年更好 好 還有幾位我們這個心象專家 是 也要一起來預測我們這個國運喔 這個算是 如果講得準就是國師喔 是 如果講得準的呢 就是… 國師 喂… 講得真好 三個都是國師級的 尤其看看他們三位的髮型 造型 就知道剛睡醒沒多久了 尤其是第二位 第一位 星座專家 星星舞丸子 Yeah 嗨 大家好 好 簡而言之來講一下 你這個… 你敢用這個 星座學來評論國家嗎 不敢 不敢 我們這變化 因為差不多人的想法 所以沒辦法 但是星座卻可以了解 一個人的個性種種 一個領導者的 他的個性 反而會影響到很多 國家的一些政策的變化 太好了 你想看看何談 好吧 這個… 丁翻孫 丁翻孫丁 丁翻孫 是命理學的老師 命理 他的可信度有多少 我想已經一千多年 都有這麼長久的時間了 我想我們應該是可以信任他的 再來是月 走哀愁路線 憂鬱 憂鬱路線 紫薇斗樹大師 文昌居士 大家好 我文昌居士 基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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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紫薇斗樹其實是很精準的 對 這個是有傳統的 這個在過去來講 一種這個經驗傳承下來 你覺得 紫薇斗樹 來看我們國家的這個國運 它的精準度如何 這個準確度非常的高 我用這個 他這種說法跟星星王子那種 千充的說法是大義齊趣喔 一個錯屁 一個是內向 蛤 你笑完就沒有講話了 不曉得接什麼話 這跟我以前看獨背刀網 裡面有一幕 到現在想起來 我還笑到不能停止 最好笑 這一生看過最好笑的笑話 可能因為太趕了 以前武俠片 聽說每天都拍一部 一天拍一部 以前武俠片最多 有個白白的有沒有 叫什麼狼那個 然後他突然間 一直笑 對 你...你...你笑什麼 啊... 當我笑聲停止的時候 怎麼樣 怎樣 就什麼... 要處罩嗎 還是要殺我嗎 就是我不笑的時候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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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那個廢話 當我這一碗飯把它吃下去之後 怎麼樣 就是我吃飽了 不要披笑 當我笑聲停止的時候 就是我不笑的時候 好 那其他人 大家看就這樣看啊 可能因為太快了 沒有注意到那個台詞有矛盾 只有我一個人笑到發抖 躺在地上 從此奠定了我主持的功力 你真的嗎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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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我們馬上來看看 十大新聞人物的風雲榜喔 好 第一位 你就是第十名 第十名 最後一名 來...2001年 對 十大新聞人物 風雲榜 第十名是哪一位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他 我們一起來看看他 對... 他們就是... 喂 這朱榮 江澤民 這江澤民 江澤民 張俊貝爾是哪一位呢 張俊貝爾 張俊貝爾 多久 張俊貝爾 他其實當時上台的時候 大家都不看好 覺得說唐佩院長做這麼短的時間喔 他恐怕沒有辦法超過他的時間 他會破唐院長 紀錄因為唐院長是... 你認為一短還有一短短 那時候很多人這樣說 那時候 譬如說後來的這個和四的問題喔 還有就是說那時候的罷免案的問題 那麼大家都覺得說 張俊貝爾 張院長他的位置不保 是 可是我覺得他的關鍵 應該是在明年的年關前後 因為在那個時候呢 基本上就是說 整個台灣的這個金融風暴 會不會大規模的爆發 我覺得他如果那個關 如果能夠撐得過去的話 應該就還好 對 你收獎金喔 對啦... 柯林頓在怎麼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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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雪茄喔 我說你怎麼吞吞吐吐了起來 對啊 抽雪茄就是... 就是因為吞吞吐吐的事嘛 我覺得最重要的 就是看他本身調和鼎賴的功夫怎麼樣 喔 因為行政院長也相當於古代的宰相 宰相最重要的 肚子能撐船 這...能夠容忍 然後要有耐心 然後要有調和鼎賴的功夫 欸...美美 因為今年大家都很關心股市 我用股市解盤法好了 好漂亮喔 你看好可愛喔 張俊雄張院長呢 這很像那股市上的所謂的可轉換公司債 什麼意思呢 就是股價好的時候啊 可以轉換成股票 股價不好的時候呢 至少有固定的收益 所以呢 在過去這個民進黨在野的時候呢 他就資深了國會議員 那現在民進黨執政你看 他馬上就是行政院長喔 喔...欸... 就是說他的靈活度比較高 對... 運用靈活度比較高 對...我覺得他身段非常柔軟 然後非常善於溝通協調 這說法你看 代表各方不一樣的意見 太... 猩猩丸子 來... 他是一個火象星座很強的人 他的太陽在白陽 月亮在射手 其實他的歌應該是很火爆的 可是他是讓自己很平穩 他大概知道自己的問題 他大概知道自己的問題 他很平穩地去面對他的表現 所以我想 他應該是蠻能夠修成養心的一個人 所以在這個職位上來看 儘管他就下台了 其實他也會給自己很多思考的 空間跟方向 找出新的方...一些方向這樣子 丁... 翻... 孫... 這名字曲 不是啦 心裡自己啊 名字曲好一點對不對 丁一 對不對 丁智庫 對 多好記 對 像彭信简有沒有 简紅點 好... 怎麼忘得了 來... 您好 我也認為 張院長們應該也可以做 滿長一段時間 滿長 好 小白 各位 那個文昌居使 那個... 張俊雄啊 他這個八字是聲望 所以這種八字 耐磨耐操啦 所以他可以挺過很多的困難 當然就是明年的...我想春天 這些困難應該可以挺過去啦 好 既然講到這裡 我想這個都是一種參考的數據啦 三位 考你們一個最恐怖的問題 請問 張俊雄如果下台 最痛苦的是誰 欸... 當然是高齡峰啊 厲害... 厲害... 第一次... 稍微腦筋急轉彎一下 對啊... 那馮... 馮立委您要講的不一樣喔 你... 我講的當然是陳水扁啦 他如果下台當然代表重大的變故嘛 那陳水扁一定很痛苦 對不對 應該是高齡峰啦 他已經講了 所以我要講不一樣的問題 我才告白 才學他三個讀月 黏了一個臉 快要神經顏面失調 他就... 那不就完了對不對 好 第九名 欸... 欸... 等一下... 未來的政治生涯 是否能再創高峰 等一下... 謝禪廷先生 欸... 鄭麗雯小姐你... 我是覺得說... 謝主席他的運喔 要看他跟陳水扁總統的 欸...今天太好了 他的運... 我已經變成那個... 欸... 你要不要... 今天... 今天現實跟理想的大結合 那你不要搞到自己跟個新興王子一樣 我覺得... 我覺得謝主席喔 他要看他未來跟陳水扁的配合... 配合得怎麼樣 來...馮立委 我想... 謝昌田以後還要再看兩個因素 除了第一個 他跟陳水扁相互配合互動的情形 是... 第二個... 他對民進黨內部的生態 他能不能夠整合 尤其是對民進黨內部的所謂基本教育派 他能不能夠相互的調和來調解 那麼第三個呢 就是... 他對今後這個兩岸的關係 他是不是也扮演一定的角色 在民進黨相當舉步維艱的時候 他能不能夠相當堅定 而且相當穩健的 踏出比較新的一步 我覺得從長期的規格來看 這三個因素是很重要的 非常中規中矩的一個說法 我們也來聽聽娛樂性比較高的 來,余美美小姐,來 來 我繼續我的... 畫面上就厲害很多 我繼續我的股市解盤 請說... 我想這個... 謝長廷、謝主席 他應該算是鋼鐵類股,你知道嗎 他是... 因為他說他是那些... 怕鐵雞子出新的小孩 所以他有鐵打的意志 對 那麼鋼鐵類股最近不太好 但是他是藝術 因為他是鋼鐵類股的中鋼 中鋼我們知道他就是基礎穩健 穩定經營,對不對 對,然後穩渣穩打 所以我發... 我覺得他應該後世也蠻看好的 但是我覺得他現在 蓄積能量等待噴出行情 蓄積能量等待噴出行情 聽起來真像A片的情節 對啊 絕對 那心心完整 其實他是一個蠻... 我覺得他的步調比較緩暖 那其實對一個一直希望在做很多 極力變化的民進黨來看的話 他的這個步調 是不是能夠在他的民進黨中央 以及在他的協調 一些其他事情上來看 是不是能夠達到很快速的變化 這是他比較迫切的問題 了解 那所以我個人覺得他在創造自己的那個... 政治高峰跟生涯 並不是沒有可能 所以我想他應該還能夠... 因為他是一個蠻刻苦耐勞 而且能夠... 熬出婆的那種人 熬出婆 對... 所以對他來說他應該還有其他的空間 但上次就是因為上我的節目 我突然間叫我錯你知道嗎 對... 那心裡我們想說那個選弟 我突然間就叫... 欸 市長...市長你坐這裡 後來我們兩個都抬起頭 嗯... 那你怎麼叫我市長 我說完了 那你明年一定當市長 他說真的嗎 我說開玩笑當然是真的 後來他走的時候講了一句話 我才說原來我講的話一定很準 他講了什麼話 他說謝皇上 不要... 我...我... 我...主持人 不要...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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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你來講... 你來講... 我也...我也同意 這個... 謝長廷謝先生的... 他的這個運程 其實是非常好的 尤其在2001年 我認為他的這個運程呢 到下半年以後更有突破性的發展 某某啊 對... 文昌居士 那個... 謝長廷謝主席 天積星做命 什麼叫天積星 這個人很會全變 所以他有很多的變化 未來還有很多變化 我不知道 那... 他的變化在運程上面 到了... 2002年那年 高雄市長他還要再改選 那年流連 他沒說對已經不離了 因為那年任務連 無火 他很濟火 對... 所以那年要很可見 那... 我不敢說他的 當選舉例 我不敢這麼說 我敢說啊 因為我不用扶責任 對... 剛正議員講的這樣 他不一定要選 就真的是這樣 有得力耶 這個... 理想跟現實 還能做結合 你看喔 兩位可以交往看看 喂... 我跟他... 我跟他... 我跟他夫人很熟 很熟 我們老朋友 不過呢 到了2004年 2004年賈森年 謝長廷機會非常非常的好 那年森金 他就是用金的人 喔... 所以說金燒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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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 真的啊 機會很好... 所以機會反而很好這樣 希望謝主席有看這一集囉 喔唷... 總統啊 我喜歡你 這個...這個很難講 好 第八名 你兩歲... 會不會再互出 是啊 是啊... 可以是吧 目前整個經濟啊 這個是搞得軟一八糟 這個是... 早知道啊 我自己口袋裡面隨便淘一點 你還給他... 喂... 搞起來 那聽說他有可能仇租政政黨喔 有 結合新勢力 人啊總是這個樣子的 對不對 人家雖然說是這個 吃之冬雨收之桑雨 但是有時候人家對... 失去的東西啊 難免不管是什麼時候 總是有一心想把它收復師徒的感受 鄭麗雯小姐 妳在這 我覺得他會出書 可是不會再付出 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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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啦...他不會再付出了 不會啦... 年事已高 他沒有必要來淌這個渾水嘛 對啦... 那說不定他會從事演藝圈啊 對啊... 你現在說的是柯麗頓吧 而且... 人道的魔藝男器 尤其他本身沒有指詞 是不是啊... 他想法會覺得... 指詞 指詞 對...指詞大家比較聽得懂 對啦... 我是怕大家聽不懂 不會...現在沒有人說古蹟一樣的 一般都講滑蹟就可以了 因為那是古字嘛 對... 所以沒有指詞 是... 所以...沒有指詞 所以他就會變成就是說 我這麼做 我是為了什麼 喔... 不如這個時候開開心心的 為什麼呢... 像我們這個聖言法師 是... 人家說聖言法師你有沒有錢 他很有錢啊 他是幾千萬美金那一種啊 但是他是拿來做建設 他自己... 他沒有小孩 也沒有老婆 我就自己一個人 我這個... 這個元吉之後呢 這個... 我還能帶得走嗎 一波三... 花... 花... 打個纏山回來就風言風語 但是我們講的是真心話 有沒有... 師父他們那個精神才是最美的 我們這些凡夫俗子 對不對 過盡千凡 不外乎名利 就是永遠在這裡追逐 這是不太好的 所以你一口氣就生了四個 對... 這四個孩子都不是我 喂... 喂... 這真討厭 真的嗎 是真的這樣嗎 我就講我們是凡夫俗子嘛 對啊 也是為了那15秒的快樂 請繼續 才1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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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送醫院耶 對啊 那個人送醫院 很討厭 會馬上瘋喔 這個前國代馬上要結婚 所以他現在對這類事情 研究比較透徹 為什麼可以馬上結婚 你不要每一集節目都說我馬上要結婚 你結婚我們去好不好 當然好啊 什麼好啊 我們可以上台嗎 我們可以上台講話嗎 我們會講好話 對啊 對啊 來... 提出你們的說法 來... 我覺得他不會再付出了啦 不會 對...他留下他一定的歷史定位 他何必躺著渾水 而且他在背後 你看他不付出 那麼... 大家還要一直去官邸 跟他請義啊 跟他請教什麼的 所以說他其實他這樣就夠了 嗯... 不過我覺得剛才那個 宗憲講的那番話 是所有政治人物都應該要看 要看開一點 不要一直在權力裡面鑽牛角尖 我覺得現在就是說 台灣的政治人物太... 太...抓住這個權力不放了 對 惡鬥得太厲害了 其實不只是那種政治界 其實演藝圈也是一樣 不要一直想要霸著那個大腿大的位置 對啊...主持那麼多節目 對... 他不是說很好笑的 對... 還好身邊有這些 哇... 有時候要記得帶小孩出去玩 對啊... 誰最看不開 那時候鬥雞眼 鬥雞眼 對...因為他眼睛都鬥在 所以看不開 來...封立委 告訴我 我認為李登輝先生 他絕對沒有可能付出 不可能 因為第一個政治是很現實的 有沒有可能用他的旗幟來組政黨 新的政黨 那他越用他的旗幟 政黨越組不成 因為實際上他在台灣政壇12年 基本上大家越來越感覺到 這12年是不高興的 是充滿黑金的 尤其在政治場合所謂 西瓜瓦大邊 西瓜瓦... 西瓜瓦大邊 西瓜瓦大邊 他現在已經不在這個邊了 沒有這個位置 所以他不可能再有任何號召 第二個 你看他的這個面相 我們中國古代哲學講一點面相 他在中年以前 是不太順利的 他晚年是突發的 晚年是爆發的 所以你看他的這個身邊的這個機要 這個蘇志成 蘇志成的下巴特別短 就代表這個李登輝結束以後 他也跟著結束了 那李登輝特別長 代表晚年恆發12年 但是蘇志成特別短 第三個你看他的首相 大家仔細注意看 李登輝兩個首相都是段長 段長啊 段長是非常不斷的 是相當的程度 相當這個獨裁的 段長裡面還有一顆這個官印 就是掌中有印 掌中抓拳 掌中抓拳 所以他有總統命 但是他太抓拳了 大拳小拳通通一把抓 那這樣的話 對民主未來發展是有障礙的 所以他雖然號稱民主先任 其實並不是真正民主 我們憲法被改了一塌糊塗 然後變成12年的強人政治 所以他希望不要再出來政黨 也組不成的 聽說真的 可是 登輝先段長當的總統 欸 阿輝段長 他最接近人類的祖先 而且那也叫阿輝啊 喂 阿輝啊 對啊 這是雙輝願 可是不一定段長是好的 對啊 有時候段長會拿人家拿去當中藥 欸 那是熊掌 好啦 來來 魚妹妹 我想啊 那個李登輝前總統 他應該是 如果說股市上來講 應該叫出權完畢的啦 歷史性任務已經完成了 那基本上 我有一點看法 跟馮委員有點不一樣 就是說 他在國際間 確實有民主先生的美名 那也許在國民黨內部 會覺得說 他過去讓他感覺 他是一個強人意志的集中 那比較威權比較盛 但是要注意一點喔 台灣老實說 民主化的工程是這十幾年來 這是李登輝最重要的歷史定位 包括我們今天啊 各位康康可以在這邊對不對 學張俊雄啊 學李登輝啊 學很多人啊 我是康康 我們今天 我是康康 我在這邊當著全國觀眾朋友 接附自 喂 康康 我說康康 我說康康 你們不要太緊張 對 我說剛剛 剛剛你們大家這樣 大家可以這樣學很多 那或者說很多的批評 那說嬉笑怒罵等等的 說實在 也是這十幾年來嘛 所以我們才有這樣子開放的局面 都被他帶壞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李登輝前總統 他這種 在國際間民主先生的美名 我是覺得說 他如果說 從事跨出去 然後為台灣的民主啊 和平等等的做 國際上的推銷 我認為是非常好的 欸 這個跟馮立偉 這兩位有的不一樣的說法 我想這個是蠻衝突很大 對 所以我強調他是在黨內 因為 也許在國民黨內比較威權 但對外他是比較開放的 喔 犀利起來了 犀利 因為 請說 民主靠監督 民主靠制衡 但是李登輝主政12年 請問我們現在用什麼 來監督制衡總統 沒有 變成總統一人 但是 總統權獨大 尤其是國民黨黨員 都 覺得 被他出賣 欸 我已經講到比賽 因為 代表 很多國民黨選民的新生 談到李登輝先生 都覺得被他出賣了 民進黨當然對他很高興 因為他幫助民進黨主政 輕輕玩子的說法 我覺得他應該好好休養身體 休養身體 對他說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覺得 我只能這樣說 他在付出 我覺得機會很小 那我覺得應該好好休養身體 注意身體 對對對 講得正好 丁帆孫先生 我也贊成這個信心王子的講法 好 因為李先生的這個運格呢 照我們來看的話 三年四年以後 他就會有比較重大的變化 那麼我想他要再付出的話 他也困難 那所以我認為 應該持平 保持現在的這個姿態 和他現在的地位 他應該可以 可以說過得滿好的 持飲保態就可以了 稍微韜光養晦一下 不要老是往外衝 沒錯 來文昌居士 數 又名小白 我們那三個看法可能都一致了 因為明年那個李戀輝流連 太陽化劑 有隱藏的病痛 不過他有天氣化露 剛剛我們妹妹小姐說 很忙可能去外國 這也是一個 不過天氣化露也有一個 一個因素 就是忙什麼 他在忙生病 沒有人打病 他明年的病會非常嚴重 而且外界所不知道的 不知名的那個疾病 所以我們三個都差不多 所以我想應該是 他現在保持這個姿態 是一個高深莫測的姿態 反而對他是好的 OK OK 第七名 連戰現在三年半後 還會出來選嗎 國民黨的主席寶座 會被威脅嗎 三年半之後 絕對不會出來選 國民黨主席寶座 不會被威脅 所以人家真的是 厲害厲害 且此直斷 我覺得這態勢非常清楚 對連戰來講 嗯 了解了 馮先生副響 我認為連戰先生現在的表現 比從前好 他走出李登輝陰影之後 表現得更有自己的魄力 只不過現在可惜 實不我語 他在有行政資源的時候 沒有辦法選上 三年半以後恐怕是更難 所以他如果能夠 好好再重新來經營國民黨 讓國民黨 能夠重新來恢復元氣 他這個黨主席 能夠有他一定的歷史貢獻 這才是比較務實的 特別是在兩岸之間 如果他能夠從中來穿梭 來溝通 來突破 那這也是很好的貢獻 講得真好 今天真是國事論壇 余美美小姐 股市大恩 對 繼續股市結盤 我覺得連戰先生 比較像傳統產業股 傳統產業股 特色就是土地大 資本雄厚 但是可能市場上面的魅力不強 投資人的信心容易不足 所以他需要國民黨的膽產大力互盤 那目前呢 這個以他這個318之前 全黨之力選成這樣 所以基本上他的魅力來講 有點像水膠股 所以三年半之後 我的感覺也是一樣 這個要再選總統很困難 來 新興王子 他就比較殘酷囉 對 講出來 好殘酷一點是 他真的也走錯一條路 他其實他的命很好 他的命很好 然後他的運呢 就是因為他自己運被擺佈了 他如果能夠在前年去年 他自己走到自己的路來的話 可能會比較好 可是他是被人家牽制走的 所以他就整個運就沒辦法打開了 所以他後面呢 只能站在一個現在的環境 繼續維持住 就已經是一個很不錯的表現了 因為他命很好 所以不見得會有什麼樣 被人家幹掉了 或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他肯定只能維持現狀 丁凡孫先生 我也認為這個 梁先生的這個 主席的這個寶座呢 應該都不會有變動 因為他的本命功裡頭呢 應該會有這個 像有這個太上皇的味道 就是說可以當主席 坐在後頭沒有問題 那麼至於他將來 在2004年會不會出來競選 完全看他馬年的表現 這個馬年也就是2002年的表現 2002年的10月間 如果國民黨沒有什麼 特別重大的變化的話 我想他有機會出來表現選總統 謝謝 吳孟達先生的 喂 講出來喔 謝謝 剛才不是說好大不講的嗎 對啊 長得真的很像吳孟達 忍不住講出來 來來來 周星馳先生 那個連主席 連主席 我是看他這個主席 在幹大概一兩年 他明年他的主席位置 就會受到挑戰 然後到2002年任務年那一年 就主席位置就丟掉了 他是直接斷定 本來就是看巴士是這樣看的 是嗎 因為那個任務年那一年 前面那兩位是比較籠統的咯 不是這樣講 不好意思 你看我突然間爽起來 不要這樣說 耳朵我的學生 我很早很久沒在教這個東西 那個因為主要是任務年那一年 丁任何他把那個主要用成是任水 這個水把他喝掉了 我們講都是他一套理論 我們現在只講命理的理論 不談政治 那倒是明年他遭遇到 黨主席遭遇到挑戰的 機率非常是高 了解 好 那這是我個人的一些潛見 參考看看 別相信 好 參考看看 也不生氣的 第六位 馬英九 台北市市場會連任 或是會選後一次總統的 會英雄還不會英雄呢 來 鄭麗雯小姐 他在台北選區幹掉了陳水扁 是否能夠在台灣選區 也能夠容認總統的寶座 他是國民黨目前唯一的一顆 最閃亮的政治明星 所以說他明年市長的選 不是 對不起 不是明年 2002年後年市長的選舉 不要道歉 說錯了就是錯了 我們不會原諒 就像對啊 說指示被 指辭被 對 你也沒有道歉 OK 好 了解 所以我就不要道歉 來這邊不能道歉 所以我說了解 下台 下台好了 好 換我下台 下台嗎 來 樂琴 這些理論 台北市長選舉 對他來講非常的重要 但他的實力是很堅強的 因為基本上 他在市長任內 並沒有犯什麼重大的錯誤 那麼在台北市的這種選民結構 來看的話 我覺得清明黨 他們如果聰明的話 應該會讓給馬英九 就是說他不會派出這種 真正重量級的人選 來跟他爭 但如果他們跟他爭的話 那個局勢就會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那個可能性 比較不這麼的高 那麼如果說他的市長連任 能夠打得很漂亮的話 會不會是下一屆整個國民黨 或是泛藍群覺得說 他是唯一的政治明星 就會有人拱他 出來參選2004年的總統 我覺得是絕對有可能 但是最後會不會是他 不一定 不一定 我覺得你講得比那個 那個 命算師來得好 那就斬 斬釘截鐵 因為 第一個 他敢亂猜 第二個 怎麼樣 我就小女生 我講錯了 不負責 什麼 你這樣就扭曲了 我這樣講絕對是 有他的 絕對負責任 而且絕對是非常的一個 長期的一個政治觀察 我在這裡 不是亂講亂猜的 大膽地做一個預測 你也要預測 先錄一段擺在sub裡面 好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是 現在是公元2004年 你現在看到這一段 是我們在四年前所錄的一段影片 是 鄭麗雯小姐 她猜錯了 將來這段要播出來 猜什麼都猜錯了 所以你今天猜很多的錯 有的備用 不講哪一件 蜂先生 蜂先生 馬英九 是否可以露瑤之馬力呢 我們如果來評論 馬英九 是不是能夠連任成功 最重要的因素 是親民黨 會不會提出候選人 雖然好像大家認為說 最好不要提 牛皮可不是吹的 可是親民黨也要考慮 他除了選市長之外 他還選很多市議員 所謂母雞帶小雞 他或許可以放棄市長 可是他也可能就同時 犧牲很多市議員 所以現在還言之過早 那麼 所以馬英九會不會出來 不是看民進黨 而是看親民黨 所以他現在要跟親民黨關係 搞好一點才行 但是以新黨黨員的角度來講 特別客觀 很持平 真好 你做人不錯 對啊 我們印象很好 他講的跟我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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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個歐漏 對啊 你重男輕女 你有性別是誰 沒有沒有沒有 最後還想生一個男的 你看前面生三個男的 魚妹妹 原來是這樣 我想喔 這個 那天我喝醉 馬英九馬市長 他應該是國民黨內的基優股 他目前在增肢的狀態 他要累積他的實力 是 所以呢 這個 這個市長的連任呢 他勢必會參選喔 但他到底參選的結果會如何 我也同意剛剛兩位所講的 我想親民黨是一個很重要的變數 因為如果說親民黨派出強棒出來的話 可能他的連任制度 他就會比較波折比較辛苦 尤其要知道 就是說馬市長呢 跟宋主席本身呢 他們很多選民的那個選票是蠻重疊的 所以如果說親民黨 你要看 如果說派出強棒的話 他連任制度很辛苦 如果親民黨禮讓的話 這一點我跟立文的觀察不太一樣 派出強棒結果還是輸囉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打籃球 你拿個棒子上 記事棒上來 揮棒落空 來來來來 如果說喔 我只說他很辛苦喔 但如果說 如果說親民黨沒有派出強棒禮讓他的話 偷桃報李 會不會達成一定的默契 在2004年總統大選的時候呢 他也不便出來挑戰宋楚瑜 因為可能在他對他的支持者來講 第一說不過去 對 那麼第二對於政黨之間的合作跟默契有所損傷 所以我是覺得說他是真姿的狀態 但是呢 離到要到那個 狀態 對到那個古王喔 坐上總統的寶座一段距離 欸欸欸 新鷹王子 對新鷹王子 今天講政治的 不要講那些好不好 你一直這樣 喂 怎麼人家怎樣 這樣 好 我是覺得 他的市長應該沒有問題 他可以繼續做下去這樣 他也不要想太多的事情 因為 最後來說大局還沒有到 所以慢慢等 所以不要急 那我覺得他也不應該急 然後呢我覺得2002年對他來說 大運還有蠻好的一個機會 會回到很多很好的一些機緣 他將來有沒有總統命啊 我直接就這樣問你 好不好 八年後也可以嘛 對啦 欸欸欸欸 難了吧 還有很多時局正在變化中 很難 很微妙 他的格局有很多 對不起我這好像 有些東西三間齊口 對 要不然明天就出國囉 沒有 就算洩漏天機不可能 不是因為其實他的個性上來看 他有很多太柔弱的影響 嗯 來來丁帆春 好 這一點我認為馬先生的這個 像馮委員講的 他的下巴很長 所以他可以有很長久的時間 來 來做這個政治上的前途的鬥爭 我們一想起你整個像吳孟達 的 哎唷 沒有人哪畫都死了 哈哈哈哈